假日前往小琉球的船班 已經是滿滿遊客和當地居民 訂房也是很夯 但其中這家在碼頭附近的民宿 遭遊客指控 在訂房網想退訂 卻隨即收到扣款通知 民宿業者嗆 你們去告啊 投訴者預定四月入住 提前一個月取消 被收全額費用 是否合理消保官搬出定情化契約 現在民眾可走 申訴管道 由消保官居中協調 十四天前退訂 是可以全額退 這家位在小琉球的民宿 過去也捲入幾件爭議 因為真員工卻有年齡限制 當時拒絞三十萬罰款 引發討論 還曾盜用網紅照片惹爭議 要不要錢啦 你是要錢對不對 不是 我們不是要錢 就是想要請你們下架而已 你現在業者和網紅 人在走法院 還沒結束 又爆出遊客提前退訂 卻被收全額 小保官若接獲申訴 將介入條件 三立希望朱俊傑 賴筆箱屏東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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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